欧灵光的智慧 我为自己与人们描绘丰盛的画面 想象你拥有想要的一切 满意的工作 足够的存款 美好的关系 看看你会如何造福周围的人 想象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很有钱 且生活顺利是什么样子 挑战自己要的更多 不仅为了你自己 还要为了全部的人 例如 如果你在等待一份更优渥的工作 想象每一个求职的人都得到很好的职缺 如果你想扩大服务的方式 比方说 吸引更多学生来上课 想象每一个想借由招生扩展服务机会的人都成功 这教导你宇宙存在住能让所有人满足的真正丰盛 借助设想人人富足 也帮助你连接自己的丰盛 当你扩大设想的对象 为每一个人想象它的丰盛 你为自己打开更多丰盛降临的途径 无限思考不仅是放大想法 还要有创意 它允许你想象你拥有可能拥有的一切 对愉快的惊喜保持开放 因为你的大我可能出乎意料地给你更大 更好的一切 信任你会收到完美适合的事物 思想背后的情感决定显化的快慢 如果你真心渴望一样事物 它会比可有可无的想法实现得更快 让自己产生得到想要事物的兴奋感 生动鲜明地想象你惊艳到它 仿佛你能摸到 看见或感受它来到的感觉 经常热切地想住它 然而也要愿意放手让它以最好的方式到来 为了显化你想要的事物 你要维持创造它的意图 换言之 下决心拥有它并投入心力得到它 渴望拥有的意图会引导你把能量集中在你的目标上 当你全神灌注地把精神凝聚在你想要的画面之上 你将创造它 即使在进行其他活动时 也要把那个画面放在心里 当你把焦点固定在得到某样事物 你对它的意图清楚而强烈时 你能迅速创造你追寻的事物 你对机会将保持警觉并加以把握 你会轻松愉快地吸引事物到来 现在 想一件你渴望的事物 你真心想得到它吗 你在做其他的事情时也会想到它吗 你也许有过忠心想拥有某样东西 并依你的真诚采取必要行动去得到它的经验 你克服障碍 你知道你会得到它 你想到拥有它时心情很正向 你迫不及待想得到它 反之 你也一定尝试过创造你不确定是否想要的事物 一遇到阻碍你也就放弃了 如果你认为你想要的东西遥不可及或难以获得 你的意图就是不够清楚 当你拥有一样事物的意图很清楚 你会产生一股能量就像雷射光般的集中 为你带来你要的东西 你若真心想要就会得到